去年12月台湾枪炮通氣犯 潛逃新加坡遭驅逐出境 回台逮捕 这是台新两国首例跨国打击犯罪 但时隔一年这合作似乎变调 犯下十一诈骗案 西班牙男子奥纳德被我移民署驅逐出境 但飞往新国却遭拒收又回来台湾 目前奥纳德滞留淘机管制区 出不了国也入不了国 显然变成国际人球 要把他送回西班牙 非单靠移民署就能解决 案情已经升高 牵涉国际外交 这也代表我们在外交上面的处境 似乎是越来越差了 过去台湾跟新加坡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意思就是外交部得协助移民署 帮忙向西班牙政府沟通 因为据了解移民署执行强制遣返前 就不断联系西班牙商务办事处 想依规定遣返回母国 却遭对方已读不回 这个事情本来他就是应该要把他看到 就是上升到这个国际的层级 所以自始至终移民署就应该要 协同外交部共同来处理本案 就贸然的去把人送过去 那被退货 那我觉得呢 这个丢脸丢的是台湾的脸 移民署回应会持续和外交部研议 找到愿意接受奥纳德转机的国家 进行遣送 只是要解决这个烫手山芋 也考验着我国外交处境 TVB的新闻李明慧李宗哲台北采访报道